字幕志愿者 教授 告场 听说 接下来的就是要 细聊如意传里面的一些问题 我想先问最简单好了 剧中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 魏雁丸 就是如果撇除她把别人都害死之外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认真学习的人 然后懂得别人在猜什么 然後懂得算寄別人的人 如果是最喜歡的角色 其實我是最喜歡尹菲 因為我喜歡尹菲那種歌詞 就是很北方語字 因為她又是大家閨秀 所以她就是有教養 而且她這個人就是很會當打手 就是她講話其實很刻薄 天衛答應瞧見 天衛答應跳水救了人 正是無巧不成書 我蠻喜歡她是一個夠尖銳 又夠溫和又夠可愛 然後還有一段 不是林貴妃送她那個醜了要死的活 沒有沒有 她就放手帶著 就說我就讓大家看啊 就是我帶這個醜死的活 是林貴妃給我 我好像最喜歡的是索欣 就她聰明細心忠心 然後懂得急流勇退 你看她是唯一一個算是好結局的人 就是該下來的時候就下來 因為確實如果如意到皇后身邊 還是索欣的話就是 會被人家吃死死 因為榮沛就確實是比較適合如意 那最討厭的角色呢 應該就是阿若吧 阿若應該沒有人會喜歡吧 我討厭阿若 討厭到我已經忘記我最討厭的是阿若 因為我本來要講我也演完 但你這樣講好像是阿若 然後還能怎麼樣 我覺得很多網友一定會是皇上 但是後面我會有一個天賦來聊 我也還好 我覺得我好像最討厭復查室 就我覺得她的能力很不好 當然不是講端莊那一塊 她是一代賢後 對她是一代賢後 可是就這齣劇裡面 宿戀其實背著她做了很多事嘛 她連她基本的管束好 自己的工人心腹的能力都沒有啊 因為她一直想要鞏覆她想顧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沒做到其實是無能的 以管理後宮來講做得不錯 但管理她的人生她是管理的亂七八糟 她應該是唯一一個親手 還是自己還是人 對 對啊 那麼你覺得誰是最可憐 誰是最幸福 最可憐其實應該很難選 但最幸福我覺得是索欣 因為我覺得只要嫁到宮裡都不幸福 但索欣就是嫁了一個好老公 然後又有一個好娘家 就如意就變她娘家嗎 最可能我覺得應該是淑妃吧 她從頭到尾就是只有愛皇上 然後結果她自己卻被她愛的那麼久 就是跟士蘭一樣 你害的士蘭好苦 淑妃就是連她的稱號都很諷刺 她也過得不舒心 對 她只有讓鄭舒心 因為我的名單是梅萍跟蘇綠云 就是蘇綠云她其實這輩子只行差她錯一次 就是她想要跟如意爭皇后的位子 只有那一次她錯 可是她整個人生都被金玉岩陷害 然後梅萍也是被害得很慘 而且她到最後都還不知道害了誰 但如果硬要選我會選蘇綠云 因為梅萍至少還有暴一些些仇 一暴還一暴啊 是我幹的 至少梅萍還有爽過 可是蘇綠云就是 自從踏中那一步 她立刻就縮回去 然後只要聽到一個風就會趴要死 還跑去跟如意認錯 我其實很心疼 就是誰不想為自己爭一爭 可是她就是城王敗寇的代表 但她最可憐還有一個吧 就是莫名其妙掉了一個豬 對 東西沒說好 所以這次你告訴你 不要隨便釣發柄在人家的手上 而且她到死都應該不知道自己到底發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金玉也蠻可憐 她就是一個超級工具人 可是金玉也有很多可以選擇的地方 是啦 然後我覺得高熙玉也蠻可憐 因為她其實有懷疑過自己 沒有啊 所以你要這樣講整部戲沒有人不可憐 是啦 到底有誰不可憐 沒想到這裡的人都這麼可憐 其實每個人都很可憐 因為這部戲就是一個大悲劇 其實之前有一個網友留言說 幹嘛要活得那麼辛苦 就是那個時代你懂意思嗎 就那個時代把他們刻畫成那樣 我覺得這就是通糧化 就跟你看我們現在2020 然後我們就說以前的同志幹嘛那麼辛苦 以前的同志幹嘛那麼辛苦 剛好不勇敢出櫃 因為出櫃會被石頭砸死 我們在看這部劇的時候應該也要 去同理舊時代 所以女性才要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你今天好純粹 人人人都有狠毒的時候 在這個公里誰沒有狠毒的時候 但是誰最不值得同情 我有兩個人 但這兩個人算是一起活該 冒歉跟玉菲 冒歉 冒歉 他還到底在幹嘛 冒歉有一個安穩的人生 可是他就是因為自己作死 他就自己給你 冒歉就是作死 玉菲就是那個 真的別人聽到你 我自認我犯起來蠻像 玉菲很不可憐 他真的不能同情 他也很可憐 那30歲還嫁得那麼好 自己不珍惜 所以我覺得玉菲跟冒歉 榮當最不值得同情 我覺得冒歉有期耶 他好假的喔 就是他們如果兩個要再比 我再次投冒歉一票 電視沒有好好交代 冒歉到底怎麼死 然後小說交代得很清楚 冒歉不是都出來作證 去坐實了皇后跟林雲徹的事情 出宮的時候 他們不是會經過癒合嗎 就被推到河裡面去死掉 所以冒歉也是說 不要賣豬求榮 應該說你不要想著出賣別人 我再講那個道理的話 那我講口水 不是婉婉嗎 因為這部戲其實一直在講 就是一爆很爆 就是你做了什麼害人 其實終歸會回想到你自己身上 剛剛說到小說 我可以來講一下 因為你們兩個都沒有看小說對不對 其實有很多人有來問我說 就是覺得如意傳 你的電視跟小說差最多 差在哪裡 大底差的都是細節 就是劇中有一些角色被人合併 這個在甄嬛傳裡面也常有 因為角色太多了 但我覺得電視跟小說差異 最大是開頭跟結局 我覺得小說的開頭 其實是延續甄嬛傳 所以青嬰本來是那個驕縱個性 他只婚給斯拉哥 斯拉哥一開始也看不上他 後來是嫁到王府裡面 他們兩個日久生氣 電視擺刊他們是青梅豬馬 然後有一起看的牆頭馬上 然後有很多的羈絆 對對對 都回憶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改 其實應該是 為了要讓他們的感情系 從農到決裂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好的對比 所以我覺得這樣改也沒有不好 但你知道其實有一個問題點 就是以前的乾隆是一個皇子 皇子就是不把真心交給別人 所以皇子都非常的自私 非常的唯利是圖 其實斯拉哥這麼陰沉的皇子 他照理講是不會去替如意 跟姑母求情的 然後也不會去要求 甄嬛要指婚如意給他 我覺得改了這個東西 等於在皇上的個性上 其實是做了一個很大的改動 他可能是想要出成 就是皇帝這個角色的成長 他從一個年幼 還有一絲真心 還有一些 變成完全沒有 變成一個真正的帝王 對對對 差異是這樣 可是我其實多看兩次之後 我比較喜歡電視 因為我會覺得其實人在年輕的時候 哪怕他是皇子 他遇到他愛的人 他是有他良心的地方 對不對 電視這樣反而你會覺得皇帝 是一個很柔軟的人 然後還有結局啦 結局就是比較 原本小說比較偏照歷史 就是如意死在魏雁丸的報應之前 就是小說裡面 融會殺了他之後融會自禁 整個畫面非常的壯烈 如意留下線索 讓海蘭跟明飛他們去執行這樣子 然後讓魏雁丸東窗事發 對 只是說我覺得符合大家想看 還是會想要看女主角報仇 就大概是差這樣 可是如果認真你要我想 我比較喜歡電視的結局 我也比較喜歡電視 那接下來想要跟你們聊人物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魏雁丸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走著去嗎 我想在我第一天這個日子 用自己的腳去丈量一下 從一個從前的宮壁 到來日的寵飛 這條路還有多遠 我自己給魏雁丸的評價是 選秀節目勵志行冠軍 他其實很像《甄嬛傳》的安玲蓉 他就是學了一堆 唱昆曲 又會跳舞 累積起來 然後他開始就是大爆發往前 古代蔡依林 太低財 我覺得魏雁丸很值得學習是 有錯就改 就是戲粉那一段 其實我覺得魏雁丸有一個個性 讓我覺得他那個時候 其實還是有善良的地方 就是他做了戲粉被嘲笑 他離開之後 他不是惱羞成怒 是我自己沒有見識 甜白又不識 連燕窩都做得粗索 他懂得反省 我告訴你贏就贏在這裡 我看這種人就是管教 很多人都不懂得反省 因為很多人 你如果出來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這樣 我也是一方好意啊什麼的 硬要把自己的努力啊 還是什麼放在很前面 然後看不到自己的錯處 就原先接下來就假摔 但你知道他在哪裡 就讓我覺得這個人已經開始大變質了 他不是有一次就是知道那個 安排要的效果 結果他怪皇后沒有告訴他 我真是蠢 你自己蠢 皇后已經講了 N百次 但是你聽不懂 魏彥丸就是投機取巧 見不得別人好的人 然後很喜歡走捷徑 你答對了 因為如意傳裡面就是那個 他們的製作人 有給魏彥丸下一個標題 說人生中 當你看到困境的時候 你會想走捷徑 欸可是我得幫他講一句話 魏彥丸的人生就是一個戀魔 我覺得他的家庭跟他的那個 所以我這時候就要說說 李淳加油好嗎 魏彥丸這個角色就是 他有一個跟安玲蓉很像 家世不好 然後家人一直跟他要錢 然後他又被虐待 這幾個東西其實是很重的 他把這些東西演得太輕了 他並沒有一種我被人生壓船 不過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我有懂 因為他這個東西如果塑造得很成功 那個角色會很好看 就是觀眾會真的很心疼 他想說一直被虐待 因為虐待的時候也沒人救他嘛 他後來變成大魔王 就是因為你們沒有人要幫我啊 但我就只能有什麼抓什麼 有鏡中我就抓鏡中 對他應該是要一個很無助 然後充滿恨意的人 最後這樣往上攀爬 但他沒有把這個鏡演出來 就非常非常可惜 因為我覺得 演反派的人不能覺得自己是壞人 但是李淳一直在 覺得自己是壞人 你知道像是 華飛那個角色 為什麼大家會喜歡 因為他愛皇上 愛得夠 華飛根本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要害你 我要殺你 為什麼 因為你跟我搶男人 你的錯 就跟鏡玉妍一樣 對 可是李淳在演的時候 他就是 你看他的演法 他就是覺得說 我要演得很壞 因為我是壞人 我超壞 所以他就會搶男人有點 威婉這個角色 真的就是人魔養成雞 對 你還是要補充的地方嗎 沒有 因為我很怕我母子 就是這樣一個人 沒有 第二個要討論的人 就是鏡玉妍 鴨尖嘴粒 沉不住性子 又義父皇后 宮裡的人不是像來到這麼看我的 姊姊妹妹的稱呼著 笑臉相迎 心裡頭有多誤會 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左右在這個宮裡 除了你我誰都不信 主書的事 因為網友最常發問我的其中一題就是 為什麼金玉妍前期智商看起來非常高 後期整個智商一落千丈 金玉妍後來兵敗如山倒 他晚上就是燈珠的狀態 我這邊給他笑了一個非常好的主見 金玉妍就是 有沒有發現金玉妍的轉捩點是哪裡 就是真書 金玉妍以前做什麼事情 其實都是真書幫他出謀劃策 然後他前面也有講到 真書是浴室挑好給他來的配價 真書基本上就是女特務 精通醫術 精通醫的有的沒的 又還會戀姿 還會寫美 他們多采多美 他寫字可從 他唯一的錯處就是 分不清 紅馬腦跟紅玉髓 我分得清馬腦和紅玉髓 除此之外 真書的厲害到不行 然後金玉妍也信任他 信任他不行 所以金玉妍最大的敗筆就在第一趟不信任李欣 因為李欣就是很像宣傳 就是帶女藝人的宣傳 硬是被升上去 當那個金玉妍 可是卻做不了經紀人的事情 然後就也得罪窗口 得罪廠商 因為李欣就是做不了經紀人的角色 金玉妍自己一個人接案 就會很像那個 之前呢我們就有聽說 他自己接案 他不是經紀人接案 然後他就說那個 他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自己接案態度又差 然後就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是在那一瞬間 走到這裡 金玉妍就是沒有 金玉妍就沒有辦法自己工作 對 所以金玉妍在後面就整個兵敗如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還包含就是像他有孩子 以前肆無忌憚是因為他沒有後悔 對 他是會得意忘形的人 他的個性角色塑造是 他要讓人家覺得他是口無遮攔 但他事實上也是口無遮攔 如果你說他在網後面的人說 是氣嫌還是甜粉來著 是故意的 那杜兜那個就是白虎 對 因為杜兜那個 完全沒有辦法交到後面 他就是講給人家在抵抗 對 他就是撒話告訴人家說 皇上寵我 我穿這個曼德馬臉好可愛 但是放在當代 他是一個很前衛的人 他就是一個以色式人 對 金玉妍這個人 其實我覺得他人設沒有變 前期成功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 包含前面有很多替死鬼 因為他前期的手法都是挑撥 他在其他 比方說皇后啊 比他更高權位的人 心中埋下一顆種子 可是後來那些人都退場了以後 他自己變成自己上去演 就發現演不來 對 他沒有辦法 他載在別人心裡面種種子 他只能借刀子時 他沒有辦法自己出擊 再來我想聊高熙月 因為高熙月也是女明星 皇上 皇上若不替臣妾做主 臣妾可不能活了 我很喜歡他有一個設定 就是我覺得高熙月 整個宮裡面都很笨 喔 對 對 對 整間公司的人都有問題 對 雙喜感覺要當差的時候 會遲到倒退 因為他可能在公司晚餐什麼的 雙喜就是太過於專注在自己的人生 所以沒有再關好他的竹子 他就只會逗他做得開心 然後也不會讀空氣 然後莫馨就是只有中心 沒有了 然後星璇更慘 星璇身為一個陪家 沒有戲分 死啦 就是直接屍體抬 對 星璇也是 因為後來想想看 你看到每個人都是很信任自己的陪家 可是高熙月完全不信任星璇 星璇完全沒有在管他 星璇應該就是他們家隨便挑一個 長得漂亮的跟他一起過去 簡單來說高熙月就是他們那個公圈 就是一群笨蛋玩在一塊 一群無用的東西 都給本宮關 關啊 其實看他有些戲也覺得蠻心態 因為他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他是有質疑過自己 我對他有一幕很深刻 他就說本宮怎麼成了這個 他先聽到人家生孩子 然後就在想說 好那我趕快就把孩子打掉 然後突然他就照鏡他就嚇壞了 你就把他理解成那種 家裡很有錢的富二代 其實也就是蠢笨 然後有一些才華 他學那個琵琶很厲害 從小家裡面有給他學一些才藝 其實也沒什麼惡毒的心 他就是一個交縱任性的人 對他交縱任性 然後又漂亮 所以他起初不覺得自己惡毒 他就是不知道事情嚴重性 不知情 然後草菅人命 他這個角色真的很一致 他連最後報復的方式都很可愛 對他就是用戒蟲 因為小說裡面把他定位為草包美人 就是皇后他們都在被替說 他是草包美人 有錢的到草人 而且他裡面有幾場 我也覺得什麼做死 然後還推人家 你瘋了嗎 你行你去啊 雖然他也是很可愛啊 但是他就是聽到那個玫瑰人有孩子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抱著 在在肚子裡面 對對 華菲是聽到人家有小孩 他就吃那個酸黃瓜 然後很悲壯 高熙月就是可愛 你看 本宮有韻多好看嗎 這樣 就他就 我覺得符合他的年紀 然後符合他的形象 符合他的人設 那再來我想聊的是 太后甄華 今後人多也好人少 還是人少 哀家眼裡見不得髒東西 你們自己都好自為之 因為很多人覺得太后就是不像甄華 我給太后的評論就是 格局時大時小 寬言並濟的身攻毒負 你不知道我為了這件事 在特地去看了甄華的60集到76集這樣 因為我想要知道甄華到底像 跟吳俊美妍的太后到底像不像 我跟你說其實蠻像 果巨長死掉之後開始 甄華已經把他的心拋掉 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人生 所以確實他在如意傳裡面 他最在乎的就是他兩個女兒 因為那是他唯一跟他有關的 他以為不是國巨國來自 雖然說如意傳跟甄華傳有故意要寫歌 但其實你仔細看 甄華還是那個甄華 他一樣很多 你還記不記得他那時候什麼 世衛跟一個妃嫔怎樣 孫答應 他露出他的赤色燕陽肚頭 他是以雷利風行之姿在管束後宮 端編不是說 你又何必這般極嚴歷色 其實我覺得人設上是有 而且他那麼討厭皇后 他對青茵敲打也是合理啊 但是你又看得出來他是個善良人 你看蘇菲不聽他的話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怪罪 他也沒有 他就打了他 他也沒有把他弄死 他只有頂多梅萍死的時候 就說棋子沒了就沒了 但他也沒有去害死任何人 有啦害死高熙悅啦 但因為誰叫高屏要戳他的同處 所以我覺得太后其實 你要說我喜歡的角色 前三名有太后 我覺得他在對蘇菲的處理上面 雖然生氣就是懊惱生氣 他自己是覺得他不能為我服務 但是你去想他有沒有從蘇菲身上 看到年輕的自己的影子 對對對蘇菲超像甄嬛 因為甄嬛以前是一個倔在一起 所以他才一直勸蘇菲說 你不要那麼吃緊 那一瞬間他感覺不是用太后的口吻 在跟蘇菲講話 他感覺是用 你答對了 他就是過來人 而且他裡面還有一個設定 就是太后有養貓 大家知道甄嬛怕貓 可是太后養貓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說明他已經早就克服他們 以前很怕貓的人 他已經那麼多早就不怕貓了 他在意的事情就是很固定 所以你說他時局 格局時大時小 我覺得是因為 他到了那個年紀那個位置 他知道他要什麼 要的是什麼 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太后不把權力下放 因為你要想 他太清楚在宮裡沒有權力 會怎麼樣 等於沒有選擇權 太后正是因為有權力 所以他的女兒 最後才沒有被遠嫁去蒙古 如果他一開始 他就是一個沒有權利的太后 他一開始是一樣天年 對 那他的女兒要嫁去蒙古 皇上就OK啊 反正你本來就沒什麼權利 我給你一點也無妨 因為他知道他跟皇上的關係 是小丑語跟海葵 對 然後我剛剛第二個要講的是 藕粉桂花糖糕就是梅姐姐 我看到這個點的時候 我是有一點酸的 太后雖然沒有演出來 她很想念誰誰誰 可是 太后非常的 想要保住她 手上擁有的所有東西 我覺得就是衝著這點 我就覺得她是真壞 好那再來我想聊海蘭 我住陪你 我哪裡也不去 我哪裡也不去 姐姐 我給海蘭的評論是 海蘭真的就是女同志 我覺得觀眾很多一定看不懂 海蘭是未被啟蒙的女同志 就是那種 她的所有行為一切都是女同志 很愛她 可是她卻不自知 因為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告訴她 這就叫女同志 就像如意是女權主義者 可是那個年代沒有女權主義者這個名詞 所以如意只是自己內心被啟蒙 但她並沒有真的知道自己是那樣 海蘭真的是愛如意 我可以解釋一下小說有補書 因為這一段就是在電視沒有演出來 就是為什麼如意跟海蘭會那麼好 是因為如意以前在王府的時候 她幫了海蘭 海蘭就是當時只是一個繡房的丫鬟 但是她被皇上喝醉酒靈性 而且皇上對海蘭社後不理 結果如意去跟皇上要了海蘭的名位 所以海蘭才變成正經主子 所以這一件事情其實對海蘭來說很重要 但是看得出來海蘭就是一直都 很怕她 對 我剛才那個怕就是源自於她被皇上性侵 可是在那個年代 你的主子上了你 你不知道這個就叫性侵 所以不知道是因為這樣海蘭變成女同志 還是海蘭本身就是女同志 不管 反正海蘭對如意的那個是愛情 海蘭還有很多可以聊啦 但我覺得這樣細聊下去會很多 我只再聊一個就是海蘭的性格 就是海蘭從一個懦弱的人變成堅強的人 我覺得 其實不只一場打 沒有沒有沒有 她其實是有階段的喔 她先被害然後被赤腳 打那個腳底板 因為以前人腳是不可以露穿嘛 所以那時候甄嬛在那邊玩水 然後腳被王爺看到 你看她就愛上了一下 海蘭受了啟齒大乳之後 她沒有立刻變強 她是縮回去 縮到一個極限 她縮回一顆劫 然後接著就是 她再一次受到刺激的時候 她也還是先縮回去 她去找如意說 沒有姐姐 我真的活不下去 然後如意就給了她一句盛世金句 海蘭啊 人到了絕境 一定要生出勇氣 我告訴你 這句話 如果有來勢 我覺得可要我悲傷 因為就是 我都跟你講過我國中被霸凌 我那時候被逼到絕境 真的沒有人可以救我的時候 我就是自己爬出來 發了風的反擊 海蘭其實某種程度上 跟魏彥丸這個角色有重疊 是重疊喔 對對對 我就是要講這個 而且她是如意的 算是黑暗面吧 對對對 你要講影子說對不對 大家有在推測說 就是如意那些不敢做的事情 其實海蘭她都是很了解很知道 她根本就是她的一個縮影 像是令妃她也算是皇上的一個縮影吧 是好像是留戀子講的 還是網友講的 反正就是說 海蘭就是如意的陰影 而魏彥丸就是皇上的陰影 所以這兩個人私底下的鬥法 其實是這對夫妻不敢做的 不願做的 不能做的 不想做的事情 都是他們兩個在做 所以他們兩個附回到不行 他們兩個唯一的差別就在哪裡 差別就在於 他們投射的那個對象 本身是善還是惡 對 因為皇上就是一直沒有要 踩煞車的意思 踩煞車的意思 然後如意就是一直在踩煞車 再來最後一個想聊 就是你最討厭的 複茶室 本宮若不陪著 必定會被世人恥笑 說皇后 如果服侍 那就會丟了複茶室的影院 百姓們 都誇皇上和娘娘恩愛無比啊 我對複茶的定義就是 我覺得她是無能的人 她是一個好的員工 但她不是一個好的主管 她可以把她分內事做得很好 可是在管理人上面她做得很爛 欸她也真的有在做事 她省錢 與陸君講這些事情 她都有做到 她唯一做不到的就是 她沒有辦法好好管束下面的人 以及她過分的 苛帶其中一個人 就如意嘛 就她除了這些事情外 她其實確實做得 也要想喔 她做的皇后 比如意做得好太多了 因為真的做得蠻糟的 她唯一做得不好 就是她自己的團隊 她管不住 因為我給她的評論就是 靜默者黑的一代先後 她本質應該不差 她就是像沈梅庄那種人一樣 大家歸秀 大家歸秀 養得好好的 你就是要成為正妻的那種人 所以她進宮裡的時候 她就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麼 然後她防她該防的 她做她該做的事 她也不覺得那是惡毒的事 包含她把手鐲給人家 因為我只是送手鐲給你 我又不是墮你孩子的胎 所以她可能覺得自己沒什麼 但其實這背後的意義是很邪惡的 簡單來說 因為她有很多事情 都她底下的人在做嘛 宿戀跟她媽媽 可是複雜的是自己 其實一直希望自己是好人 她就是那種 其實明明不是好人 可是她卻希望自己要留好名手 而且認真說她膽子其實也不大 最後要死掉 還在那邊一爆還一爆就嚇成那樣 但我覺得撇掉 因為我們不拿歷史來講啦 電視劇裡面有賢厚的這個 陳胡 除了她真的做得不錯之外 有另外一點 是因為乾隆其實對她非常愧疚 她最後乾隆質問她很多東西 後來發現 喔原來是她的冤枉 就是乾隆沒有把她的事情 捅出來之前所有人什麼都不是 啊我告訴你 我們以前公司有一個 盜用賬款的高階主管 她就是被公司請走 結果我後來離職 然後我聽其他同事說 後來那個主管被老闆請回來了 蛤 就是西非回公 誰是西非回公 她強勢回來 並且老闆把她以前的錯處 全部都找別人帶 後找房後就是走人 皇上一來後為她 二來皇上也需要她是一個賢後 你看皇上處理每個人都一樣 我知道了 但是我不會告訴大家 連高冰都不知道她女兒做的事 我跟你說 皇上如果讓我猜她的星座 她就獅子做 她是全具最愛面子 留住你的後衛 已經算是給你連面了 皇上是給臣妾連面嗎 皇上是給自己連面吧 你總有這麼多的說辭 其實剛必自用薄情寡性 自私虛偽 是疑心深重的 更是你 煩惱 皇上愛面子 在我們來聊皇上 就直接來聊皇上 皇上扎的地方就是在於 對待女人 他把她當成顽固 然後他只去對那些 架世好的 有背景的人 忌憚他們 對 所以寵愛他們 然後發生事情 幫他們撒屁股 就是皇上其實是一個 英讀的角色 英讀又愛面子的人 對對對 但是我也得幫他講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很討厭他 可是我覺得 他其實就像是 資幽深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 像我們現代很多那種小孩 然後從小就是 爸媽希望你幹嘛你就幹嘛 你 希望你讀這間學校 希望你不要交女朋友 希望你跟這個人結婚 希望你找哪一份工作 然後等到他 階段性任務完成了嘛 他創造開明盛世嘛 他做到了 所以他接下來要幹嘛 他要做他以前不能做的事情 然後他以為如意是他的知音 所以他其實一直傻傻的覺得 你懂我吧 你懂嗎 你懂吧 結果如意不懂 因為好 我現在想要聊就是 如意跟乾隆的藍茵絮果感情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今天列了幾個 第一個就是地位的不平等 這就是時代悲劇 在那個年代 絕對沒有人告訴皇上說 你不可以殺文 你殺文就是政治不正確 No 那個年代皇上就是政治正確 天子就是只要把天下管好 他想幹嘛就幹嘛 因為如意放在那個年代 他其實是一個思想很前面 你看他還會問他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一生只愛一個人 你為什麼不能只有我 就是因為如意的女權意識 讓他意識到自己跟皇上不對等 這部戲裡面幾乎其他人 都沒有認為自己跟皇上的關係不對等 只有如意有 再加上他的脾氣 他就是一個十足的官家小姐 他就是那種 你一直喝鹿血酒 我就好啊 我給你下跪啊 我就是要逼你 皇上是階段性的在變壞 很前面皇上甚至對如意好到不行 可是如意就是那種 生了氣得禮不饒人的大生存 當然我也不能說如意錯 因為人受傷了 人有七情六欲 我今天受了傷害 我受了回去 我真的會不想體諒你 皇上在初期其實真的做很多 因為皇上對任何人的容忍 都只有一點點 但對如意的容忍是很多 但是在最後的時候 就是吳阿哥死掉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他有一點變成說 好啊你現在都不要我 會讓你 然後你都不接受的話 那就一次讓你死到底 聊這個要聊超爆竹子 可能maybe都可以聊一擊 如意跟皇上愛情的問題 絕非一夕出城 乾隆在位60年 這60年間乾隆的心境變化 如意跟皇上在一起 應該也有40年吧 一對夫妻相伴到老 從最初恩愛到最後 包含家庭 包含事業 包含一切的一切 所有的問題 加在裡面之後 夫妻會崩盤 這是完全情力之中 所以他們真的就是不適合 而且你從這齣劇裡面 你還可以看到一個東西是 如意的心裡面 幾乎高比例是只有愛情的 可是他在很多東西 比方說要求皇上對做錯事情的懲處 他是完全沒有把皇上的前朝考慮在裡面 對對對 在這邊不能說如意錯 因為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會覺得 我剛剛也沒有 如果是我 我就不會像如意一樣 我覺得自己就放鬆 你害我 我就害死你 可是因為如意不想害人 所以他希望皇上可以公正 無私 可是皇上卻考慮到很多時局的問題 好 皇上的工作不是來跟你談戀愛 對 皇上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不能只顧著戀愛 或者是只顧著你的心情 對 但我們講那麼多 你不要以為我們不覺得皇上有問題 No 皇上問題也很大 但是這是他們兩個一起的問題 對 但這個我覺得我就另外再聊好了 因為如果要放在今天聊 真的是一個超爆炸的主題 我的結論還是 你要說皇上扎不扎 皇上晚也越來越過分 惡劣至極 可是如意在這過程當中 也有他的錯處 但是只能說這一對情侶 會變成你最後看到那個樣子 是完全合理 為什麼我感觸那麼深呢 我家裡的長輩就是真的有經歷了 情濃到情淡到破裂的過程 我全部都看在眼裡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皇上如果從一開始就很做自己 如意 maybe 根本就不會愛他 如意愛上的那個弘利是 在那個環境裡面形塑下來的 資優生猴力 那不是真正的他 對 因為真的做自己的是三阿格 他又不愛 然後乾隆愛上的也是一個假象 接下來就是要回答網友的問題 好 網友第一題是 索欣為何在如意離去那幾集 都沒有去看他 你看那麼細 不方便進攻吧 他也沒有想要看任何人啊 不是 對 對 如意誰都不想看 二來 以前索欣一直進攻 是因為如意得寵 所以他權力大 後來他被圈禁了 他哪還有權力讓索欣進攻啊 我比較想問的是 為什麼海蘭在如意死後 海蘭的悲痛的戲全部都被剪掉 我比較想問的是這個 他一定非常難 可是全部都被剪掉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沒辦法 因為他們最後就是被濃縮嘛 如意傳這件事情你們自己去查新聞 如意傳原本很長 拍了一百多集 被濃縮成你們現在看到八七集 第二題是 我跟你說這個問題就是 你又犯了一個錯 你沒有把時空放到當代 我覺得王爺就是刻在金玉言心裡的名字 就像小時候 如果清英跟紅利沒有在一起 他們一定愛瘋啊 然後就是各自人生無限的遺憾 可是真的 對對對 如果當時 真的都在一起 跟現實世界接軌 你就是 就像沒有嫁給韓琪的那個韓槍劍 韓琪是他心中永遠的痛 在他心目中韓琪就完美的 但maybe他嫁給韓琪十年後 韓琪就是又會抽菸又會喝酒 襪子又亂走 maybe都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在一起 紅玫瑰跟白玫瑰的問題 對 所以金玉言一直不喜歡皇上 皇上其實對金玉言蠻好的 但是金玉言心裡就是刻了一個birdie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跟他在一起 得不到的最好 再來最該效仿誰的生存之道 這當然就是魏彥丸的吧 就是努力型的 對啊努力型 什麼都學什麼都看 然後觀察別人 然後開始去了解他的心態什麼的 所以壞事不要學啊 別到壞事不學 我覺得魏彥丸很積極很正面 我覺得索星也不錯 索星在我心裡面地位蠻高 他就是安事奈美會 你知道急流勇退 然後不拖台傾 懂嗎 就是你說 欸 然後就退了 你就不用到那種什麼過氣藝人啊 對對對 不會有這種味道 就不會想 XX 叫你是他粉絲 我覺得儒役最終心靜為何 我覺得他就是看過那些人生的風浪了以後 了了 他把一切都淡忘了 恨也忘愛也忘了 甚至開始有點幻想 如果一切的都不是這個樣子 會是什麼 我覺得有一點那個禪意在裡面 他只是沒有替發 他其實已經出家了 後期的儒役都在吃在念佛嘛 他不像甄嬛去了甘露寺沒有看破 感覺比較像是玩家這個輪迴 他不出去就看破了 所以太后才說儒役就是其實比他水準高 因為如意就是砍破了 所以我覺得如意最後的心靜就是出家 因為在那個年代 最好的結局就是這個樣子 他沒有辦法真的出國 他不能離婚也不能自殺 所以他就是只能用這個方式 覺得這是一齣喜劇還是悲劇 怎麼樣也不會說他是喜劇嗎 應該說歷朝歷代的劇基本上都是悲劇 因為沒有人道在裡面 所有的朝代裡面的規範 尤其是皇宮 都是沒有人道在裡面的 如意傳這部戲想講的就是 這是人生的悲歌 每個人在裡面都寫壞了自己的人生 然後你看劇的人就是要從他們身上學習 不要走他們的路 對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死之前都在勸誓 你沒有發現 金銘也有說你下輩子希望不要再這樣 高希越也希望自己下輩子知足 做賢慧良善之人 如意也是啊 他希望自己下輩子淡忘 不要再執念於一個 所以其實這部戲是悲劇 但他帶給你希望的色彩 如果結局可以更改 你覺得怎麼改最好 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結局 如意傳電視劇的結局真的很好 他就是一個勸誓的作品 如果硬要改 我覺得就是把你捐款掉 哈哈哈哈哈哈 OK 你自己得罪理 你嫌你去啊 手在這兒是瘋了話 再來是 主角不是應該擁有主角光環 怎麼會沒有活到最後 這就是我喜歡如意傳的原因 通俗劇一定是女主角要最後 Happy Ending Ever After 如意傳他就是直接拿這段歷史來寫 但是劉戀子盡可能的 把這個歷史上最可憐的皇后 寫成一個得到身天的女人 我覺得這是作者給寄皇后 娜娜式的一個溫柔 而且有名傳世的經典 通常都不會是完美的結局 張愛玲曾經寫過 一席滑美的跑上面爬滿的獅子 我告訴你 婦察皇后 皇上 整個後宮就是這個樣子 婦察是最後留了賢明 是用她多少血淚換來 但是後世的人不知道 嗯 歷史就是以你我們看到挖道的為主 但未來也許挖道更多線索 才會發現其實整個是反轉的 也說不定 這就是我喜歡如意傳的原因 就是 她在歷史的分寸之內 寫出了一個屬於她的劇品 再來是如意在韓香店不能生育 被皇上賞了一巴掌之後 離開下雨的那個 然後她有過一個門檻 她看了一下 然後才跨那個門檻 是什麼意思 喔 我跟你講 這個我愛到不行 這個看摩托華時有講 是周迅自己家的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她跟皇上的感情正式宣告破裂的開端嘛 如意的那個跨不過就是她跨不過她心裡的凱 周迅就是在那個瞬間她是真的要低頭看 但她就覺得 不行 結果看她跨不過 然後她想了一下她才過去 周迅家那一瞬間就是畫龍點睛 她的身價貴就貴在這裡 沒錯 這就是一般普通演員做不到的事情 這是李淳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再跑了 真的 早知道你不服 今天本宮就要讓你知道 什麼叫心服口服 再來有人問說 立心的下場是什麼 為什麼平白無故消失 其實就跟宋芝一樣 因為最後也證實 可能很多事也不她做的 她只是跑腿 所以她也不醉不至死 那就打發去心者部 打發去盛行司 就這樣吧 對 如意跟乾隆算愛情嗎 算 愛一個人之聲才會瘋魔至此 如果你從來不愛一個人 你就可以玩弄她的性命 玩弄她的人生 如意就是這點看不看 皇上也是 皇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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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如意 所以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不然你看皇上對其他人 完全下得去手 不愛也不用送人工 直接刺死就好 直接刺死就好 可是她對如意就是有太多的執念 那就是愛太深的真名 甚至我都覺得皇上對韓相見不是愛 是迷戀 我覺得她是要向往自由 她想要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韓相見只是我的一個道具 對 愛不愛你是其次 重點是我可以追尋我要的東西 她那時候很想獵物 就是跑給你追 然後你追不到 對 因為韓相見她追不到 所以皇上就選 然後再來最後 何謂獨生跟獨心 這個我有解釋過在上一支影片 但我想聽你們兩個對這個東西的解讀 獨心是在你心裡埋下一個種子 所以你們的概念都跟我一樣 讓你去害怕某一件事情 讓它發芽 例如大家都知道皇上的軟肋在哪 就是疑心 所有人都要在皇上身上種下疑心 例如利用青天劍去勾起皇上 那你們對獨心的解釋都跟我一樣 如果想要知道獨心詳細的意思 去看我上一支影片 最後你們會想要當甄嬛還是如意 如果只有兩個選擇 我會選甄嬛 我也會選甄嬛 甄嬛比較貼近人心 如意就是頓悟法佛門 因為甄嬛至少爽過人生 但是如意是更高境界而我做不到 好吧大概就是這樣啦 感謝今天二位妹妹來跟我們錄了 好久 因為我真的非常喜歡如意傳這部戲 這部戲到目前為止 在我心目中古裝劇是第一 而且我今天跟你們討論完之後 我覺得我也要再愛他一點 也就是透過別人的角度 我發現如意傳真的很值得看 當然你可以在他裡面看到很多瑕疵 我每次看都會想說 這什麼真的念 突然真的念了 趕錯了你跟我說 你幹嘛 可是除去這些瑕疵 甚至有一些伎倆很爛 或是有一些對白很瞎 或有一些劇情牛頭不對馬嘴 都瑕不掩餘 因為一部好的劇 我覺得重點是 你看完之後你心裡頭的感受 你們可以簡短講一下 如意傳對方來說 為什麼那麼喜歡他 他的整個美術啊 然後設計 然後他劇情的一些戰線 我都很喜歡 那其實大家在看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以不同的人的角度去觀看 像是後來就是你可以從一些令飛的角度 或是像加飛的角度 就是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的面相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在這個劇裡面 最多的是不同的面相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他要去害他 為什麼他要做這些事情 我喜歡的地方是我覺得 他有點像是濃縮別人的人生 然後讓我們看到現實生活中 每一個人他們的人生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他讓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 我不用過跟他們一樣的人生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安慰 就是看完這次就是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如意傳的看法 也歡迎你喜歡如意傳 你在底下跟我們分享更多 你看完如意傳的想法 對那因為其實我們講的就是代表我們想法 你有不一樣的見證 那也沒有關係 對那就是歡迎大家討論囉 然後最後就是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分享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再見掰掰 掰掰